好 我们继续上第十一章内容 血液系统的疾病动物模型 说到血液系统疾病 其实我也谈起了我在硕士时候 跟随我爱导师做的疾病 就是范可尼贫血综合症 它其实也是一个血液性疾病 但是我们做的更多的 其实是对于疾病的通路来制备 基因小数其实是 所以讲这一个章节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也比较的怀念以前 硕士时候读书的时间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 首先我们血液系统的疾病 我们一般指的是原发性的 比如说白血病 还有主要类集血液和造血组织和器官的疾病 那么在临床上我们血液病的范围可以包括各类的停血 还有一些白血病 还有红细胞或者血红蛋白的异常 还有一些出血性的凝血性的障碍等等 那么这一些都属于我们的这个血系统疾病 但是由于这个血液 它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定型的一个细胱 没想到吧 它其实是个细胱 但是它又跟我们的这个人体循环 它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它一直在我们体内循环进行流动 这样的跑之类的 所以它就会跟我们很多的这个组织存在相互的依存 或者相互的影响 那么就会导致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可能在观察的时候 血液和造血细胸发生的病变的这个变化 可能发生各种组织器官疾病的症状体征 而各个组织器官产生疾病呢 也可能产生血液和造血细胸的异常的表现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血液上有这种症状体现 那可能就是某一些器官的这个发生 或者说某一些疾病的导致的原因 当然我们有一些器官的这个病变了以后呢 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血液上的一个组织的病理这个变化 那么血液病的特应呢 常表现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血液病的症状和体征 常常没有特异性 那比如说我们贫血啊 还有一些初血啊 还有一些发热啊 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表现 比如说皮大啊 皮肿大 那么这一些呢 它的症状是各一的啊 但是呢 其实这些症状归大起来 其实都是我们血液病的常见的症状啊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激发性血液性 血液学异常比较多见啊 什么是激发性的这个血液 血液学呢 比如说很多的全身性的疾病啊 都能够引起我们血下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出现感染以后 或者是肝肾内分泌疾病或肿瘤 都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贫血出血等症 但是所以说你贫血症状出来以后呢 你到底是肝的症状呢 还是说肾的症状 还是说肿瘤症状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 引起它病 引起它原发病的这个病因 才是针对性治疗 才是治疗的关键 那么第三个就是血液病 实验室对于 对于血液病的这个确诊啊 进行检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 所以很多血液病啊 我们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室的检查 才能够确诊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 可能面色比较苍白啊 但是呢 它其实是并不是说 一定说它是贫血啊 那么淋巴结总大 也不一定说是淋巴结的癌症啊 那么呃 血液系统的这个疾病动物 而且呢 我们一般来说是以这个化学 还有物理 还有生物 还有转基因等等方式来进行复制的啊 那么这里面主要我们介绍几个 几种比较常见的血液系统的疾病啊 复制 呃 第一节我们说一下白细胞减少动物模型 呃 白细胞动物 白细胞减少症呢 其实是以外周学啊 白细胞和中 或者中性的细胞啊 减少和所致的对于细胞感染 一感一感性身高为特征啊 那么可以分为比如说先天性的 还有获得性的啊 那么在制造这个模型的时候呢 我们多发用什么呢 就是呃 研究能够升高白细胞的这个药物啊 那么用到的这个药物的这个模型呢 我们可能是有黄尼腺胺或者说呃 阿坦包肝 那么等一等一些呃 看那化疗药物能够导致它的这个白细胞减少啊 或者说我们对于有些浮躁以后 对于这个骨髓有一定损伤 那么也可以导致它的这个白细胞减少啊 当然还有一些细菌的这个真菌的橄榄啊 等等 那么这一些都是我们所常见的啊 刚才我们点了 就有点掉掉了 裕斗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补补补上去啊 再 呃研究这个身高白细胞药物的话 药效的话 其实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 比如说对于动物的选择 还有给药途径 还有给药剂量 还有阳性药物对照 那么这些基本问题 动物的选择的话 其实我们食雄 其实都是可以的 其实它对于我们性别的差异 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有条件的话 其实对于犬的这个选择 其实是比较好一点 然后就是给药途径 小鼠的话应用两种给药途径 犬的话我们一般用于这种 一种的给药途径 小鼠的其中一种的给药途径 它和我们受试药物的 临床给药方式应该是一致的 因为要推广 那么给药介绍的话 我们其实要更多关注于什么 就是药物的极性毒性发音和 AOD50 那么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一定说身高白细胞 药物的药效的研究的时候 这样去确定 但是其他的药物的研究 其实我们也更加要 要这样来做其实是 那么诱发的这个 白细胞减少症的模型的话 我们主要有比如说 黄铃鲜胺 还有这个阿堂 阿堂包肝 黄铃鲜胺和阿堂 阿堂包肝都是抗肿瘤 那么黄铃鲜胺的话 它可以破坏我们DNA的结构 阿堂包肝的话 也是可以对DNA能够进行干扰复制的 那么第二种就是浮躁诱发的白细胞减少症 比如说用这个射线来进行清水处理 当然我们进行清水处理的话 就不是造成这种白细胞减少症的 可能就是骨骋衰竭 那么反射性物质的话 能够影响这个DNA复制 因为我们DNA复制的影响途径 其实是有好几种途径的 那么可以影响骨髓细胞的有失分裂 从而导致白细胞的减少 那么这里面有一台 其实是我们以前用过的一个浮躁仪 那么这个浮躁仪的话 其实也蛮贵的 其实是要好几 要摆来挖吧 应该是 但是它的维护起来 其实是非常的麻烦的 因为它首先是有点的辐射量 还有要注意人身安全 还有直接暴露 那么第二个就是 你如果说长期不去使用它这台仪器 它其实这台仪器就会报废掉 我经常会修它 那么第二节的话 白细胞增多动物模型 白细胞增多大多数是 感染炎症还有过敏 过敏反应 那么癌肿等引起的 那么中心细胞增多多建议 白血病的反应 白血病或者说白血病 那么特别是一些慢性立细胞白血病 那么立细胞潜出增多 那么四双四减性的立细胞增多的话 我们多建议 这个四双性立细胞增多症 和慢性立细胞性白血病 那么淋巴细胞增多的话 可以多建议一些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还有传染性的淋巴细胞增多症 还有淋巴细胞白血病等等 那么对于单核细胞增多 多建议单核细胞白血病 还有立细胞缺乏症的恢复期 那么制造这个白细胞增多症的动物模型的话 它的原理的话 是在这个皮下注射 桂皮酸钠 还有肾胺腺树 腺飘零 鸟飘零等等 那么这一些方法来制造 它的外周血白细胞明显增高 能够维持一段时间 那么第二节 我们讲一下这个白血病动物模型 白血病的话 我们是累积造血钢细胞的 这个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 那么白血病呢 其实是它的类型是有非常多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白血病也非常的多见 尤其是我们比如说 有些环境的导致 它这种骨髓性的这种障碍啊 导致白血病的发生 但是呢 我们其实我们以前做的时候啊 其实发现很多白血病啊 它其实是和一些 机体的遗传性疾病 它是有一些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白血病 这个解答出来 可能是这个血液病啊 但是它其实是 有些遗传性疾病 其实是啊 比如说我们以前研究 这个方可尼综合症啊 方可尼贫血综合症啊 不是方可尼综合症 方可尼综合症的 它其实是一个肾脏 肾病综合症 其实是啊 那么根据白血病的分化程度的话 我们可以把白血病分为急性和慢性的两大类 那么急性白血病的话 通常来说呢 它的这个细胞呢 比较停滞的比较早 那么这样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比较比较 病情的话会比较迅速的 而且呢 而且呢死亡率也非常高啊 那么慢性的白血病的话 一般这个细胞分化停滞的这个时间呢 也比较比较晚 一般的多在比较成熟的 或者这个成熟的幼稚细胞啊 成熟细胞 那么比较多见 那么它的这个病程会比较久一点啊 那么主要类集的这个细胞系列呢 我们主要可以将急性白血病分为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还有呢 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那慢性白血病呢 我们可以分为 比如说慢性的粒细胞白血病 还有慢性的淋巴性白血病啊 还有一些少见的 比如说毛细胞性白血病 还有右淋巴细胞白血病 那么这一些根据我们所影响的 这个血细胞的这个阶段也好 或者说类型也好 来进行区分啊 那么白血病发病机制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呢 我们很多时候跟环境有关系 比如说电力辐射啊 还有一些化学物质的影响啊 还有病毒啊 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跟白血病的发病 其实是有关系的 当然还有一些遗传性因素 比如说我们放肯定病位 凭凭中央症啊 那么 那么常见的白血病动物模型的话 主要有比如说 罗鼠粒细胞白血病 白血病模型 还有呢 SK的小鼠急性 早右粒细胞白血病啊 小鼠淋巴细胞白血病模型 和小鼠红白血白细胞 这个 血细胞 血病模型啊 那么粒细胞白血病模型的话 它主要是通过罗鼠这个移植啊 或者说这个 免疫学性老鼠 更加这个 更加严重的 比如说SK的老鼠 来进行移植啊 那么第二个是零巴细胞白血病 那么它用的这个老鼠呢 是L615白血病小鼠模型 那么这是另外一种白血病的这个小鼠模型 那么第二个介绍一下红白血模型 红血病呢 和红白血病呢 它其实是红细胞系统 或伴随有力细胞系统的恶性增生 那么前者指的是什么呢 骨髓红细胞系统的恶性增生 后者指的是红细胞白细胞 两个系统的恶性增生 我们一般认为呢 红白血细胞呢 是由红血细胞 红血病发展而来的 最后发展为典型的极性粒细胞白血病 或者极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 那么我们常见的这个理想的模型的话 主要有比如说小鼠的Friend 红白细胞 红白血病模型 还有呢 就是可离子性的VPC 小鼠红白血病模型 那么它用的是就是一种强刺癌剂 然后进行诱发的 第四节我们讲一下 贫血动物模型 贫血的话 主要是跟我们的血红蛋白的含链 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 血红蛋白其实是比较可靠的 一种胖度的标准 通过这个 血常规的一个测定 就可以进行这个测定了 我们一般来说 可以分为轻度 中度 重度 还有急动度的 那么贫血呢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病症 我们先前提到 比如说我们 脸色 脸色昌白的 可能并不是贫血 但是贫血也不一定说 是一些血红蛋白减少引起的 可能也是一些肿瘤等等的 或者是缺血 或者说体内的慢性的出血 那么都是可能会引起贫血的发生的 贫血的分量的话 有多种方式 目前来说 根据病因和发病机制可以进行分类 那么这里面就不做过多的介绍 常见的这个贫血的模型的话 主要有比如说缺点性的 缺点 铁呢 其实是取红蛋白合成的比较必须的一个元素 但是这个多发育哪里呢 比如说儿童还有女性 尤其是比如说妊娠妇女发病率比较高 那么这个疾病的话 其实我们进行补铁剂的这个治疗 其实就可以 可以挽救了 其实是 还有呢 就是我们单纯性 这个模型怎么制备呢 第一个就是单纯性喂食 这个滴铁饮食 然后进行诱发或者说定期的这个泛血 第二个这个贫血模型的话 是龙血性模型 龙血性贫血的话 它是由于这个红细胞破坏的这个树立过快 这个跟不上我们这个骨血造血的这个代形 代产性的能力 所以导致这个发生的贫血 那么龙血性贫血的病因呢 其实发病机制也比较复杂 慢性的这个临床性贫血呢 或者血管外的龙血比较多见啊 比如说表现为贫血 黄胆啊 皮大 那么这三大特征啊 那么急性的话 它其实发病率比较急促 那么短期大量龙血 引起的比如说发烧啊 含脏啊 那么这一些的话 它其实是非常的这个严重的 其实是啊 我们通常能怎么去诱发急性 这个龙血性 贫血模型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乙鲜本颈来进行诱发 乙鲜本颈呢 它其实是一个强氧化剂 能够比较专一缓慢 进行一些氧化 损伤红细胞 尤其是干脑红细胞内的这个葡萄痰 六磷酸脱其酶啊 然后呢 促进这个红细胞的这个 奔解 当然还有一些 比如说本颈诱发 还有一些急性的龙血 龙血 龙血性瓶血障碍呢 我们可以进行小鼠的吸入性的啊 这个生化氢气体 然后诱发 它的这个急性的瓶血 龙血性瓶血 那么第三个这个瓶血模型呢 是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在脏啊 在身性障碍瓶血的话 是由于什么呢 骨髓衰竭引起呢 啊 我们一般多见的话 比如说用白销氨来进行诱发啊 当然还有就是这个辐射 或者说免疫啊 啊 那么这一些方法来进行制备 我们的再生障碍性瓶血啊 呃 第五节呢 我们说一下 原发性 呃 血小板 减少性 止电动物模型 原发性血小板 减少性止电的话 它和我们自身的免疫 免疫有关的 其实是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病呢 其实怎么去造呢 呃 必须要以免疫失调 所自的血小板减少止电为一句 那么以往的话 我们更多的是 比如说用白销氨啊 黄力销氨啊 还有泛性 来制备这个血小板减少症 但是呢 你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制造 比如说贫血啊 其他细胞的这个 这个减少的 它不能有针对性 所以说不是特别理想啊 那么所以说 我们更多应用的是 免疫性的血小板 啊 免疫性的 比如说将成熟的这些啊 看血 看兔的血小板 然后看血清啊 注射到加兔里面进行 诱发免疫性的啊 啊 那么那么这是呃 这是第五节啊 那么第六节的话 我们说一下体内血栓形成动物模型 呃在这个活体的心脏和血管中呢 我们血血液啊 这个发生凝固 或者说血液中某些有形成分发生凝固 那么可以形成我们固体物质的这个过程 我们称为血栓形成啊 血栓中呢 我们血血液中的我们可以存在凝血系统和抗凝血系统 那么在身体状态下他能可能可能是平衡的 但是我们可能在一些情况下 他们呃不平衡的以后呢 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栓形成或者是出血啊 那么这是我们血栓形成的一个过程啊 呃我们怎么去制备这个血栓形成的模型呢 我们可以通过手术进行诱导 呃可以将这个聚乙吸管连接到大鼠一侧的颈动脉 和对侧的颈外静脉形成盘路血管 然后呢在这个管里面呢 放一条放一段湿线 因为我们血小板接触到湿线的出窗面以后呢 它会粘附在我们的湿线上 所以导致它这个透颗粒啊 还有释放一些呃 血小板聚集在这个这个湿线表面 形成血栓啊 那么这是一个手术的方法 当然还有电池剂方法啊 呃另外的话还有这个呃 大鼠的下枪静脉形成啊 通过节渣下枪静脉脸到六个小时 然后来呃诱发这个血栓形成啊 那么第七节是跟前面的这个血栓 其实是有点类似的啊 呃凝血发生障碍 那么它就是会导致出血啊 出血的话 其实是跟我们这个凝血障碍的功能呃有关系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有一些血管外伤导致啊 发生的部位不同的可以分为内出血还有外出血啊 出血的其实比较复杂的话啊 那么这里面我们主要是讲一下止血药物药效研究的方法 主要是研究比如说凝血时间的测定啊 凝血阴子的活性啊 还有含量测定啊 血管收缩作用的测定 还有血小板粘附性的测定 还有血小板聚集性的测定 那么这里面只做一些证据方法的介绍啊 那么毛细血管凝血时间测定的话 凝血时间的话 主要是血液离体质凝固所需的时间 那么目前来说 常见的呃全血凝固时间测定方法 主要有湿管法 拨片法 还有毛细血管 呃拨片法 那么以毛细管拨片法为最为常见啊 当然还有这个血浆覆盖 呃呃 凝血时间测定 那么它怎么去做呢 它是用脱钙剂啊 看凝的血液中加入 嗯 这个取其血浆 然后再加入这个钙离子 然后来恢复它的这个呃 凝血功能 然后来测定它的这个凝血时间的啊 还有就是凝血煤源这测定 凝血煤源的话 它是启动动物 启动 启动物作用下 血浆中凝血煤源 转变为凝血煤进行 进而导致凝血啊 那么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也有一些 呃方法 但是我们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啊 那么第四部分就是呃活化部分 凝血煤源时间介绍 那么主要的试验呢 主要用的用于浅测凝血第一阶段内 原性凝血途径的功能啊 还有就是出血性这个测定啊 那么第八节我们讲一下 迷上性血管内凝血 呃血管内凝血动物模型 迷上性血管内凝血呢 它是一种多发在许多疾病基础上 那么它的致病因素的话 是启动凝血系统 导致全身性的微血管 微血章形成 那么凝血因子被大量的消耗 并激发性鲜龙看镜 引起全身性的出血融合症 那么主要发生在 比如说感染性啊 恶性肿瘤啊 病理场科啊 手术啊 创伤等等情况啊 那么更多的是用 比如说用细菌内毒素 然后诱发或者说病毒诱发啊 那么呃这里是呃 迷上性血管内呃这个 这个凝血动物模型啊 那么这里就简单做一个介绍啊 呃这里面 血液系统的这个 这个动物模型的制备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当然我们讲完以后呢 其实呃 回想我们以前这个硕士时候 其实我们学的并不是特别的扎实啊 其实也是挺后悔的 因为等你到工作以后呢 其实可能我们先前研究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基础啊 其实并不是特别适用于 呃我们现阶段研究啊 所以我如果说 嗯比如说我硕士的时候 对于血液的研究 可能后面读个博啊 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那么这里是呃多说了一些废话啊 谢谢大家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